做东斗 这个富国磨之后就是成品了 这个不是真供的 这个富国磨 这个富国质道的两个好处 首先一个是维生 另外一个是防水防潮 因为咱们的米销售主要的销售渠道 销售方向都是南方 长江三角洲义南 对 南方喜欢吃北通的 然后因为那般的夏天就比较超时 所以说它复活之后第一个能防潮 防饮防潮 不改变米的口感 对米的口感是保鲜是一个好的 我们看看苏丰出来是什么样的 烫酒 烫酒 哇 真美 还是烫 我也当一回白米的翻运工 把这个米的话都放到这个位置 这个整个生产完了以后 就按照客户的需求发给他们就 对 就发到仓库 发到仓库 然后网上下单之后就进 外地发到客户手了 这个是最简单的简单 这个到客户手就米就是这样 概念拓展 思维转变 云上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一直致力于西风县互联网 加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 在这里一步步开拓出创新之路 互联网时代的西风 会在这样的空间 领域和时间的瞬息中 随着时代一步步走下去 那些传统的底色 也一寸寸沉淀下去 如果为一个从未来过西风的人 介绍西风 该从哪里说起呢 西风有山有水 人结地灵 对吧 如果是我们外面的朋友 想到西风来旅游 您作为旅游局的局长 有什么好推荐给大家 你看我们西风 目前呢 就有国家级森林公园一座 有兵拉山森林公园 还有个古遗址森林公园 国家级的文物保单位 它是良宁省的十家森林公园 国家山一景区 另外呢 我们工业旅游项目也很特别 比如说我们有中国野餐博物馆 世界最大的路角博物馆 另外呢 我们还有茅台酒业的文化城 这些公园旅游呢 可能在其他地方都看不到 另外呢 我们因为西风是农业县 所以我们围绕着农业 做出的旅游也很有特色 比如说我们的农豆山休闲养生运动屋 桃园风景区 我们有六个湖做成的旅游度假村 这些呢 都值得我们大家去看看 对 所以说您作为旅游局局长这么多年 你看到来西风旅游的人 是不是越来越多呢 很多 那在未来 未来咱们在旅游方面 有什么样重点打造的项目呢 在这个旅游产品打造方面呢 你看我们这几年呢 加大了这个宣传营销这个力度 我们相继组织了八届的城市团登山节 六届的培花路文化节 两届的冰雪节和首届盛青桂桑化节 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开拓旅游市场 不断提升西风的知名度和美意度 加快塑造生态菌 牙肾谷现康城的城市品牌 在这间处境观看 到底是什么 全届的旅游市场 我是我们的一边 全居红高度同射的 我们先anyak个小伙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